NEO聊世界以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血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哥德仁 這是肥龍選擇的文明 哥德仁特色呢 吃野生動物食 像大象或是鹿啊斑馬之類的野生動物 可以吃了再更久一點 而且開局就可以馬上研發織布技術 一秒研發 可以讓他開局 又有這個織布技術的效果 等同於這個中國跟瑪雅一樣 開局都是需要點織布的情況 聰明怎麼越走越外面 聰明是要去搞私阿 哥德仁他的步兵單位非常便宜 所以到了帝王世代 有大量的哥德大軍 可以使用這個步兵擰壓過去 像這個三色布丁 是大家以前在世紀帝國裡面 比較常聽到的用詞 三色布丁就是指著槍兵 跟劍勇 還有哥德衛隊三色布丁 哥德仁後期也可以轉火槍跟火炮 所以要反制對方的 步兵單位時也有一套還有工程器 而且他刺情況 也可以打重裝馬功 原來有三級一色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雖然沒有拇指環跟暗血人戰術 但是搭配著他的 護兵單位 再搭配馬功勢 這個威瑟力也是非常強大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有出生點位 三點鐘方向的明確斯特 選擇了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特色是他可以升級為帝王駱駝 而且用大洛馬升級 而且他帝王駱駝還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非常的可怕 後期的印度斯坦人是全能型的 不管是要打古拉姆火槍 還是要打帝王駱駝 或是打這個 古拉姆 剛講過的古拉姆 步兵 攻兵都可以打 還有這個騎兵 所以他這個文明 算是有點稍微做壞的 做壞就是有點偏強 像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聰明的製造 也是有折扣的關係 所以前期他是比較適合肉馬開局 或是棒棒開局的為民 那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所有的關鍵 單位都是很吃黃金的 所以他後期 可以增加一個大幹道科技 但他獲取黃金的速度 可以加快 所以稍微補正 印度斯坦的後期黃金經濟的問題 好 這一村出來搞事 居然不是要搞動物 而是搞村民 想要逼印度斯坦這邊 點織布技術 當然有織布村民 在這個時間點是有點厲害的 但是遇到威優還是有點不太行 村民突然回頭打一下 但是沒有織布技術 終究還是要死一村 OK 肉馬這邊繼續砍 應該就可以砍死了 這邊是決定要先砍掉村民嗎 好 想把自己圍起來 但來不及 村民直接被一拳打爆 好 肉馬趕快繼續追 好 飛龍這一村搞事 變成了一換一的局面 伺候血量有點慘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地圖 現在地圖 黃金這裡有 古金 那右邊有黃金 黃金位置分布看起來不錯 而且小微的話也沒有問題 稍微小微可以微到的 上面這裡也是 輕鬆尾 結果哥德 肥龍又來搞事了 前置軍營 當然伊杜斯坦人 要來升封建時代了 前置軍營 不有奇效嗎 好 那哥德這邊有可能是打棒棒開局喔 這邊家裡 看起來有點爛 沒有態度的支援 OK 果然是打棒棒開 那哥德的棒棒開是不需要挖黃金 就可以按出三隻棒棒的文明 這邊棒棒三隻一起來 按出三隻棒棒 折扣非常多 好 直接放一個均勻在你家 所以你想要圍人家自願點 圍起來打 哇 這個有點狠 直接關北壽 能敲掉這個木牆嗎 沒有辦法 這裡棒棒在打 果然還是要低魔防了 這不低魔防要死存 最後又被拿下了一存 Manchester這一波被肥龍打到 有點陡了 怎麼辦 肥龍這個搞事搞得有點兇 好 這兩隻說明 開始在維持原點 棒棒兩隻 最後第三隻棒棒沒有出來 選擇了退款 藝王城堡時代 不是 封建時代還沒有點下 哈哈 這件真的是有點差 黑暗種田 這就是棒棒開局的缺點 看這裡要不要直接補一個魔法 把這個野味遲一遲 也不錯 畢竟已經拉了三隻村民去搞事 所以現在肥龍經濟並不是那麼的好 好 這裡轉工兵了 工兵先出來解決一下棒棒 或是去對方家裡騷擾 都是不錯的選項 好 這裡稍微打一下 前期打的算是挺有特色的 開局就搞事 好 風女手出發 先去培龍家裡逛一下 看你家身子什麼情況 好 你升封建時代了 兩個建塔 沒問題 好 這個建塔把這個果子守住 還有非常多的肉可以吃 500多肉 好 工兵開始在追棒棒 棒棒現在暫時沒有辦法 欸 最後還是補到了三隻棒棒 本來想要轉裝甲嗎 但好像不太像 黃技沒有開挖 好 工兵先把工兵打回去 但是棒棒棒慢慢走了回家 現在這些資源點 Winchester也沒有想要回去吃果子的意思 好 最後棒棒只剩下一隻 但是毛兵配棒棒 那這個肉碼過來就捨掉了 基本上只有棒棒 會有輸出 冰冰要不要高打地一下 看這邊有槍兵出來 欸 槍兵怎麼騷擾到了呢 這裡開始槍兵狂暗 看這邊已經為死 槍兵暫時沒有辦法出去 但是要圍毆一隻村民是一個很好事情 這邊直接把木牆滴掉 好 現在尷尬 工兵是不是要回家 欸 村民 怎麼在外面呢 不在裡面蓋嗎 在裡面蓋 在裡面蓋 好 工兵追槍兵 家裡有一個軍事建築物有點麻煩 看還是要把這個圍起來呢 好 現在這個局面 哥德爾人也沒有辦法 就去追擊工兵 也溜不進去 現在人回家防守 好 這個防止蓋一蓋 好 工兵走進來 這個真的要硬 硬來喔 哇 這個真的有點硬喔 這些單位 趕快把這個肉馬拉回來防守就可以了 肉馬去解決 我覺得VChest這一頭工兵 不太需要過來守 過去防守還有可能會被對方的毛病給秒掉 不如去對方家裡騷擾會更好 靠三隻肉馬應該是夠了 把工兵收掉 剩下靠肉馬打 欸 這邊是四隻欸 欸 結果這裡有槍兵 欸 沒想到 VChest已經預判到他有可能靜音按槍兵 所以拉了工兵過來防守 這個判斷相當正確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YouTube當講解 而他們可以在這邊打比賽的原因嗎 好戲好戲 我都忘記這裡有個薰影了 VChest非常清楚自己家裡有什麼東西 所以槍兵出現的話 還是需要靠工兵來解決的 OK 各位的人點下城堡時代 還是打出了一點優勢喔 實在稍微升了上去 現在VChest這裡升時代 還需要一點時間 四級忘記蓋 最後還是要把這個菌營給蓋起來 沒有四級 現在升時代 弱勢了很多 要升到聖堡時代 可能是24分之後的事情 23分鐘才對 24分好像有點太浮誇了 還是就是真的有這麼浮誇 不靠四級 蛤 這裡還疊一個一級農點 哪泥 好 這裡補了一個四級 但這裡有四隻弓箭手過來 但是四級最外面蓋好 但是要死村了 一村 兩村 這兩村高兵拿下 好 22分半左右點下城堡時代 哇靠 真的是24分鐘才能升到城堡時代 看來沒有浮誇 這個是這個時間點了 好 這個軍營終於蓋好 暫時不用擔心家裡會跑出一些奇怪的步兵在尻自己村民的問題 好 前置弓兵有點死傷 對方的毛病 對方的毛病 打得有點痛 好 又死了一村 這隻有機會嗎 快射村民 卡斯林射跑 好 毛病應配打飛回去 右邊的工兵高打第一 反殺了 明確實的工兵 肥龍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結果離死之前射到了離職 還不錯 又一隻工兵過來了 前期的細節招作 兩邊都是操作得很好 好 哥德爾一上城堡時代 先轉了 騎兵 那哥德爾的騎兵其實還不錯 城堡時代是正常的騎兵 二宮二房都有 雖然沒有三級馬牌 但是有大洛馬 所以後期哥德爾轉大洛馬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步兵文明 通常要到地龍時代才能打步兵 原來風電時代跟城堡時代 還是騎兵跟工兵的天下比較多 但是到地龍時代 省下來非常多的支援轉步兵 敲戰的話 通常對手是很難擋得住步兵大軍的 所以肥龍這一目標 應該也是要趕快3TC開龍 趕快到地龍時代 用這個折扣步兵淹死印度斯坦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邊果然補下3TC TC補得很早 那印度斯坦這邊的打法 這個還是要想辦法 先勾到地王 城堡時代要把哥德爾打死也不太容易 畢竟人家已經蓋城堡了 蓋時間很早 好 家裡補哥德爾衛隊 印度斯坦家裡也補下了城堡 好 羅馬抓到 清奇兵沒有要升級嗎 印度斯坦這邊展個清奇兵不錯喔 好 這裡居然有洞 酷了 上面還是有洞 下面這裡也有洞 這裡也有 好 三隻三隻村民 兩隻村民跑得掉嗎 有點困難 來 哥德爾衛隊趕快來追蹤下 但哥德爾衛隊近戰防禦率很低 直接被洛馬擊殺 一隻洛馬都打不掉 定戰防禦0 好 哥德爾衛隊也不管了 只是想要破門而入 先敲門再說 好 又是哥德爾衛隊 但這次使用遠定戰港模式 所以洛馬並沒有反擊 好 這裡想要高打第一 好 抽掉了一隻哥德爾衛隊 好 家裡有可能被突破嗎 有點困難 普拉姆攻兵過來了 但攻兵打哥德爾衛隊是完全打不贏 不用去想了 好 現在後面補下了新的城市中心 也是3TC開農了 好 這一波打爆 哥德爾衛隊直接回頭 反打對手的普拉姆 現在古拉姆打他好像也不是那麼好打 好 哥德爾衛隊 稍微燒了一下城市中心 沒想到印度斯坦打哥德爾衛隊 是用古拉姆去打 可能古拉姆造價比較便宜 性質跟哥德爾衛隊其實也蠻像的 那古拉姆這個單位呢 也是防衛力 近在防衛力40 然後跟哥德爾衛隊一樣 460滴血 但他的缺點是需要靠城堡產出 而且古拉姆的遠防 也比哥德爾衛隊少少 但優點是跑得比哥德爾衛隊還要快一些些 印象都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數值 好 古拉姆是1.26 哥德爾衛隊是1.05 對 確實是古拉姆有主動權 但遠防差了3滴 好 古拉姆雖然1多起來 哥德爾衛隊好像有點難反擊 這裡沒有選擇要正面開打 好 招搶到了1隻哥德爾衛隊之後 突然回頭開扁 但都算是打不贏大量的古拉姆 古拉姆好像有點猛啊 好 哥德爾人這裡補下了步兵鎧甲 不會記住 雖然不是先選擇了近戰傷害嗎 還是選擇了防禦力 好 哥德爾這邊再繼續補下軍營 那這邊補軍營的話 還沒有辦法點下哥德爾衛隊才對 這邊無政府狀態的話 是不能產哥德爾衛隊的 還是這邊是要直接轉長劍兵呢 好 兩邊踢都是3TC 開弄 好 右側的古拉姆 就已經被反擊回去了 兩邊都是點下步兵鎧甲 哥德爾人點下了步兵 裝甲步兵的升級 用對方家裡的軍營去研發 但這個軍營也不能幹嘛 好 這裡的軍營就可以產出民兵 快產一下民兵器 所以為什麼要轉裝甲步兵 是因為裝甲步兵喔 他的造價成本是比較便宜的 以步兵互打的情況下 裝甲步兵跟長劍兵系列 打起來是比較划算一點 好 這裡怎麼再存裝甲步兵呢 想要給對手一個驚喜 裡面存10隻 長劍兵從這裡反殺 有可能嗎 來看他這一波 但感覺十字次來不及了 好 一隻長劍兵偷偷出來開打 又沒有辦法 軍營已經爆掉 已經不能再軍營在裡面 好 亮著長劍兵直接被古拉姆戳爆 好 古拉姆開始點下攻擊力 哥德爾這邊兩邊都是同時點下 護兵的升級 時間點點的還蠻像的齁 沒想到都在一樣時間點攻擊力跟防護力 好 現在古拉姆現在的數值 是9加1 攻擊1 好 這次是先提升攻擊力 而不是防護力了 好 看長劍兵的造價很便宜 那古拉姆應該能稍微硬戰 這次好像有點被戳到頭破洗流 哇 這一坨古拉姆最後是戳掉了非常大量長劍兵 好 黑龍現在見兵器 他們穩定層出 多加成本比古拉姆還要好一些 好 現在15隻 哥德爾威隊 啊不是 古拉姆 喔 我餓十九隻了 一直想要往後面繞的感覺 沒有 我要打正面 好 哥德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跟著了防守勢 古拉姆繼續往後衝 印度斯坦找到了個機會 點下帝王十代 好 這邊點生物的生女有點危險 先戳到TC裡面 但是這邊人蠻為患 古拉姆可以戳到大量的戳兵在TC下面 是我就戳了 但是肥龍或明確實好像沒有看到 一心一只想要鑽洞 好 但這邊突然有個大病掛 突然大量長劍兵往前走 明確實這邊直接在高地 蓋裡跟城堡想要防守 明確實突然回頭開打後放長劍兵 長劍兵這邊應戰 再來是全速倒地 後面的城堡東西努力輸出 想跟對蓋寶 這邊要蓋寶起來不容易 我們這些聰明有點危險 還是被長劍兵打到頭破血喔 好 這裡拉了一些古拉姆想要阻止蓋寶 但是明確實好像還是會先蓋好這根城堡 好 那也快個幾秒而已 好 古拉姆在後方這一坨還是很麻煩 明確實的拿手好戲來了 防守反擊 但我的反擊並不是只有正面反擊 請假 終究還會有一坨兵 這裡也有兵 好 長劍兵直接手撕城堡 明確實的帝王時代還有40秒時間 修德人並沒有打算要升帝王時代 反而出了更多的長劍兵 想要繼續輸出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很努力的 再反擊這個長劍兵 在長劍兵數量好像太多 古拉姆的反擊好像有點吃力了 好 出來的抽屜趕快修理城堡 你修多久就修多久 好 城堡繼續輸出 想跟城堡在互相對射 現在古拉姆的重劍兵開始殺了出來 帝王時代1號 大甘刀點下 怕水也補下了 古拉姆史上有點多 但是長劍兵沒有要緊的意思 好 下方這3隻古拉姆抓到了大量村民 這一波肥龍有點虧 村民差距兵打了出來 長劍兵守屍城堡 好 這不是太吃力 好 拉了4隻弓兵 沒有生爐兵的 到城堡裡面增加傷害 好 這邊炸弓兵炸了一下 後面的古拉姆衝了過來 想要嘗試竹子 但是似乎有點困難 好 城堡 趕快蓋 果然古拉姆擋不住這些長劍兵 但是後面有巨型偷襲了 這個城堡還是有機會守住 最後方的衝車也過來 火槍也慢慢開始量產 OK 火槍還擋住 但是這個衝車怎麼辦呢 風車暫時無解 好 伯爐就過來 油再被再次擠一下 後方的火箱開始輸出 非常痛 各位的人很努力的 按了更多的步兵往前衝 拚了命也要把這根城堡給拿下 但這個城堡依舊屹立不搖 還在 藏著 大量的傷害 火槍兵四張越來越多 飛龍這時候打出了GG 不行 Minchester拿下 比賽勝利 最後兩邊都出了 破百隻的步兵單位啊 Minchester這根城堡 真的是有修有差欸 要是沒有這邊細節修理的話 我看是撐不了多久 這根城堡會先掉 那飛龍的話可能就稍微有點機會 總之覺得飛龍 就算拿掉這根寶 可能也沒有辦法改變結局 城堡時代 投資的太多步兵 這一波正式沒有拿下 就只能等投降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的話是 哥德人這邊是全輸 更就是彈這邊的話是 資源全贏 但是都是小贏一點點 那不管怎麼說 哥德這邊 肥龍應該是被抓到太多 聰明的關係喔 光是這裡也就抓到 快要死村左右了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